来与日前一辆白色轿车 不明原因起火燃烧 火势一度水杂草 燃烧到一旁电线杆 随便造成全岛大停电 所信消防分队 拒报赶敌现场控制火势 无人伤亡 车主事后表示 质疑是人为因素 车主表示 提防路边约有两个星期 主任发现时已从货座开始延烧 而目前起火原因 警方正在调查釐清中 此外清明掃墓 连续假期将至 難以消防分队 也提醒民众防火尝试 第一个就是不要乱烧杂草 第二个是不要乱丢烟蒂 第三个第三个就是民旨 大家烧纸之前不要飞羊 第四个大家如果放鞭炮的话 要注意不要乱放鞭炮 消防单位表示 请民众与居家周边附近 不要任意粉烧杂草 挤垃圾或乱丢烟蒂等等 尤其邻近三边的居民 若不注意用火行为 就容易延烧成意外事件 个人小小的动作 就能避免发生森林火灾的机会 游市新闻 小朋友 大圣台东蓝宇采访报道